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凳了 浓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这三杯明明都差不多 你就是故意找事儿 茶 是要用心去品的 每杯茶的细节 有些眼睛是看不到的 你必须要用心去体会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跳舞毛铁 不渴了 我 王爷 茶的怎么样了 属下也用银针 验过那个士兵的尸体了 她的喉咙处发黑 可是胃部却未发黑 属下不知 这毒是如何进入她体内的 毒可以通过气体进入人的身体 那样便会在喉部聚集 到达不了胃部 听统队士兵说 此人死前于风起骨之岗 之后再跟其他人去别处巡逻 再发现她死就已然暴毙 而且此人身世背景十分干净 查无可查 看来这个刺客 是趁夜通过这个士兵进入的 然后 一直待在树上埋伏行刺 你再看看这个 顿呢 顿呢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今日我给皇上疗伤的时候 发现他的伤口极强 像是那刺客根本未曾想下杀手 再说那一剑 王爷非扑相救 以当时的位置来看 王爷的命名可以完美避开的 想来您当时也看出问题 所以故意中剑 一定嫌疑吧 军国钥匙也敢胡乱智慧 你有几条命可以送 我 我瞎猜嘛 猜不中 也不要发火嘛是不是 你们现在我先走了